这根金箍棒搅动了全球游戏业 8月20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首款3A大作《黑神话悟空》终于上线 这注定是我们见证中国游戏业历史的一天 上线仅一小时 Steam在线玩家即突破100万 成为历史上同时在线玩家数量排名第一的单级游戏 三天后的周五晚上 最高同时在线人数更是超过了300万人 照这个数字 10万天兵天将每人就得面对30只猴子 咱也不知道是谁围攻谁了 基金能力也同样是历史级别的 截至8月23日 这款游戏在Steam平台上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份 总收入超过5亿美元 这什么概念呢 中国超过5亿美元票房的电影也只有12部 相信在过去这一周 即使你平时不怎么玩游戏 恐怕也频频会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看到那只腾云驾悟的猴子 直面天命的身影 而在这个现象及成绩的背后 你有没有想过 作为游戏产业大国的我们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款3A游戏 当今中国游戏在全球行业影响力和地位又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就借着黑神话悟空的成功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进入正题之前呢 先为不太了解的朋友们 科普一下什么是3A游戏 3A最初用于债券的评级代表着相当安全 那后来被引入到游戏产业 用于形容那些投入大量资源 包括金钱时间人力开发的高成本高质量 高体量的单机游戏 拿全球3A标杆制作 荒野大标科尔维利 那它的资金投入超过了3亿美金 耗时8年开发制作 开发人数更是超过了1200人 所以游戏行业呢 往往会以3A游戏作品的质量 来代表一个国家游戏产业的最高水平 那这次呢 法国巴黎奥远会上 大家看到了资客信条 更是作为国家形象代表 出现在了开幕式 那现在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3A大作作为全球游戏行业的标杆品位 为何迟迟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客信手游太赚钱了 单机游戏一次性的买断了商业模式 和客信手游持续充值的模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23年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 3029.64亿元 而单机游戏多少呢 28亿 占比不到1% 这可能都不如手游 王者荣耀两个月的流水赚得多 那在如此低的收入占比 和3A游戏动辄数亿的投入面前 相信如果你是马化腾 你也会选择投资手游客信游戏 毕竟商业的本质 还是要盈利赚钱嘛 那说到这儿呢 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黑神话的制作人 冯契会说 踏上取经路比抵达林山更重要 因为在他的心里 让中国开启3A这条取经路 远比赚钱更重要 然而在全球市场里 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主机加PC游戏占据了主要市场 收入占比超过50% 而在中国 主机游戏收入占比0.72% 也就是说 单机游戏并非不赚钱 只是在中国它不赚钱 那这种巨大的差距 究竟从何而来呢 其实当你拿着放大镜 仔细回看中国的游戏行业历史 你就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让本就ROI不高的单机游戏雪上加霜 这也是相信游戏没有得到发展的 第二大原因 猖獗的盗版 相信很多小伙伴 第一次玩的单机游戏 是1995年大宇推出的 《仙剑七霞传》 那从大宇公布的数据来看 正版销量80万套 而盗版有多少呢 巨部完全统计2000多万套 是正版的20多倍 换句话说 只有不到5%的人购买了正版 让游戏开发公司 至少少赚了10个亿 本该拿着这些收入 为玩家开发更优质 单机游戏的游戏公司们 却反而一个个身陷 卖身转行和财务危机的结局 不可否认的是 在95年的中国 动辄几十元的单机游戏 确实超过了 大部分游戏玩家的购买能力 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三个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与游戏产业发展叠加的特殊现象 冯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 国内之所以缺乏优秀的 3A单机游戏 是因为中国直接从零 跨越到了网络游戏阶段 导致了用户没有形成 单机游戏的消费习惯 我固然非常同意冯总的说法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游戏业发展期间 只正好赶上了 中国经济腾飞的初期 在1997年 一张古墓丽影售价146元 而当时全国职工的 月平均工资只有500元 即使是百元以下的PC单机游戏 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玩家来说 也并不便宜 因此社会发展阶段 与人们的消费能力 直接影响了单机游戏 在中国的普及 而即便到了今天 愿意为火爆全网的 3A游戏悟空付费的中国玩家 才将将达到1000万人 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又有多少 同时玩单机游戏 对玩家的时间要求 也是比较高的 悟空的平均游戏时长 达到了9.7小时 试问当今社会 有多少人拥有一台电脑 一张显卡和一个平静的 晚饭后到睡前的时间呢 这也就不难解释了 为什么可以在手机上 利用碎片时间 迅速解压的劣质网游 反而成为了 收入占比更高的游戏品类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3A的春天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不悟空就已经盈利了 出圈的是悟空 出海的中国游戏 其实早已有所收获 黑神话悟空 在全球市场揽下了 5亿美元的收入 这其中大约60%多是中国用户 也就是海外收入 估计算在2亿美元左右 迄今是这样 而我国的自研游戏海外收入 已经连续了4年超过千亿人民币 而带来这些收入的 主要来自于中国游戏行业的 优等生手游 DTA AI的数据显示 2023年海外手游市场 用户支出四分之一 都是来自国内发现的游戏 那相比之下 中国大陆游戏仅占海外全球主机游戏市场的0.7% 所以黑悟空的杀出重围 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这么来看呢 在全球游戏的宏大舞台上 某种程度 我们一直扮演着一种偏刻声的角色 在手游市场上 我们有着一亿为傲的成绩单 但在PC和主机单机游戏上呢 悟空的横空出世 也仅仅刚刚是让中国3A上了全球排桌 那中国手游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当下我们的手游受众的主要的市场是 美国日韩这些游戏产业发达的国家 那这些成熟的市场呢 给我们带来了超过一半的海外手游收入 那在西分市场里面呢 中东市场和东南亚市场的中国游戏占比呢 也超过了50%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向无尽对决 人家早已在东南亚四国登顶了 那回顾中国游戏出海历史 原神无疑是标志性的作品 它是中国电子游戏行业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走红全球的大作 上市第一年就赚到了20亿美元 创下了手游记录 C3 Tower的报告里面显示 手游上线以来的平均每月的营收 高达了30亿元人民币 其中有70%的收入来源于海外玩家 那在中国文化输出方面呢 原神和崩坏星雄铁道 同为米哈游公司出品的游戏 也都在游戏设计上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 原神里面以传统戏曲文化为原型设计的角色云景 用中文演唱了一曲融合中国戏曲元素的 黎原戏唱段《神女批冠》 直至8月22日这段视频 在YouTube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1085万 所以不管是在创造收入还是文化输出方面 中国的手游选手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尽管《黑神话悟空》实现了中国3A游戏的零突破 但相比手游这个优等生在海外取得的成绩 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在3A游戏全球舞台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当下的成功更像是中国最终杀入世界百米决赛 或者是男足闯进世界杯 要真正战上世界的巅峰 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 那么这条路该如何走才能让我们从天科生成为全科高手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国外一些顶级游戏大厂的成功经验中汲取些许灵感 以全球3A游戏的标杆作品《侠盗列车手5》简称GTA5为例 这款游戏的开发成本非常高 19亿人民币 虽然投入巨大 但是它从2013年底发行以来 GTA5已经给公司创造了642亿人民币的收入 这些收入不仅包括它在三代游戏主机上的全套游戏销售额 还涵盖了内购啊以及它后续系列作品的销售额 那几近它在全球的销量已经2亿多套 虽然已经发行了10年了 但是吸金能力是不是一直很强 所以不是说3A游戏它不赚钱 是它没有那么容易赚钱 它依赖强大的IP运营和持续的高质量的开发 除此之外呢 利用好AI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 弯道超车或许也是一个选择 因为AI技术的突破 3A游戏开始广泛的采用动态补助啊 真实场景模拟啊 数据采集啊等等的先进技术 从而来大幅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 可能不久之后在3A游戏里面 你就可以跟AI驱动的NPC对话 展开只属于你的沉浸式游戏体验 那除了AI技术呢 这一天我也研究了下悟空的技术上下游 从中不难发现 中国的3A游戏 确实不只是像黑神话悟空这样大作 而是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产业链 同时呢 越来越多的3A游戏的开发 其实也可以给中国芯片产业提供优质的应用场景 不管是此前原神等这些客机游戏的成功 还是现在3A级别黑神话悟空的出圈 都表明了在年产值2000亿美元的 全球电子游戏产业里面 日本和美国主导的地位在被挑战 力量平衡在发生转变 即使从早期粗制的那款游戏 到现在精良的新一代客机游戏 像我们提到的原神 那这本身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而这个过程呢 一批批的技术人才是在打磨实力 提升审美品味的 这个过程也培养了丰富制作经验的从业者 那这条路上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鼓励耐心包容 我们需要全社会给予3A级别的支持 才能走得更远和更好 500多年前 吴承恩在西游戏里面写道 渐兴至成 面面回首处 即是临山 如今以西游戏中孙悟空为原型的黑神话悟空 再次踏上了取经之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取经路 或许在这条路上 我们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 但正是这些经历 让我们一步步接近自己的临山 而中国游戏产业也正在这条取经路上 迈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超级节点 我是米少云超 以观察者的视角为你链接世界商业 东察每一条有价值的信息